他爱我! 他不爱我! 他爱我! 他不爱我! Stop! 别那么纠结 你可知道你所喜欢的对象 他喜欢怎样的对象吗? 那么你们的爱情观一致吗? 好吧,这个系列我们就一起看看 到底你喜欢还有暗恋 还有正在交往的他 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哈喽哈喽,欢迎来到特别浪漫的一集 一棵开花的树 有没有讲出了每个人对爱情的一个憧憬 对爱情的一种向往呢? 希望可以和对的人开花结果走到最后 我也始终相信 任何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定会有人爱的 不是爱人还没有出现 不是爱的人还没有出现 而是你要在生活当中去用心的发现他 好不好? 这句话很重要哦 不是爱的人还没有出现 而是你要用心发现他 好不好? 这句话很重要的 好不好? 与其消极的等待呢 不如积极的去期待 很多人很喜欢抱怨说 哎,为什么我的另一半还没有出现呢? 为什么我等不到他呢? 我都会告诉他 不是还没有出现 他一定是已经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他不是还没有出生的 他已经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了 是你还没有发现到他而已 所以你耐心的去慢慢的发现 在你发现到他之前呢 好好的提升自己 生活中呢 一定是没有童话故事的 没有所谓的一见钟情这回事的 所有的爱呢 都是从不喜欢 或者是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那么喜欢开始的 那才是正常的爱嘛 一开始不顺眼 或者是一开始没有那么喜欢 到后来慢慢培养感情变成朋友的嘛 然后才有后来的修成正果这件事情 先是认识 然后到了解 才来到发展 才能称得上是相爱嘛 弄明白一件事 现实呢是没有偶像剧情 没有童话故事 也没有一见钟情这回事的哦 你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认真地走下去 认真地成长自己 直到你碰到那个 你能够终身相守的人 好不好 我们讲对的人哦 就是那个适合你的人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给你要一种对的感觉 你的感觉是对的 那个就是对的人了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每个人对对的定义呢 也是不同的 也是因人而异的哦 只要你感觉到对 就on了 就对了 每个人的追求 毕竟是不一样的嘛 我的对不一定是你的对 所以才有那种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这句话嘛 今天也不看八字当中的其他格子了 今天呢 我们就专注看热主这个格子就好了 简单一点 单单看这个格子 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大概的哦 所以要准确的话呢 当然是要看完整个八个格子啦 可是今天我们简单一点好不好 简单一点我们看看甲木的爱情观 看看他是怎么样对待爱情 怎么样看待爱情的 如果呢 你是第一次来这个频道的话呢 我的名字要选 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 这个频道呢 主要分享各种茶字相关 文化相关 还有自我成长的内容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此类内容的朋友 欢迎欢迎 订阅一下我们 按一按正你 很高兴与你结约哦 一棵开花的树 是我中学时期呢 很喜欢的一首现代诗来的 他是一个中国诗人 他名叫做西慕容创作的一首诗歌 这首诗呢 他表达了 作者对爱情的美好盼望 写得很漂亮 所以你有空的话呢 你也可以去读一读这片诗 去体会体会它里面的那种feel 它里面的向往的爱情是怎么样的 好不好 主要呢是讲 每个人能够在今世遇见哦 也是非常难得的 尤其是你遇到你让你心动 让你喜欢的人的时候 更是很难得的 你试想想有没有一个人哦 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久了之后 你认识 你认识到这个人 你会感觉到 三生有幸 一定是我前世修来的福 我才可以认识到这个人 有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你有这样的感觉的呢 让你觉得 这个是一个好的缘分 这是一个缘分 有没有这样的人 然后有一句话呢 就是说 百年修的同传度嘛 千年修的公整面 对吗 有听说过吗 佛也说过 前世五百年的回眸 才能够换来今世的相遇 每个人能够遇见哦 都是修了五百年 高达五百年才能够遇见 今天我能够认识你 你能够认识我 我们有五百年的缘分 很感恩很感恩 如果我们的缘分有一千年的话 哦那就不一样了哦 一千年就是爱人的缘分了 千年修的公整面嘛 所以每次我看到每个人的时候呢 我都会想到五百年 嗯我都会想到五百年 如果这样想的话 我就不会太会跟那些我不喜欢的人 有太多的计较了 我就不会跟每个人都太计较了 也很感恩满满人海哦 能够遇到每一位的朋友 也包括你啦 我们有五百年的缘分 至少说明了这一点 好吗 诗里的开头呢 你也可以读一读 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今天呢 就不念完这整个诗歌啦 你可以截图起来 收藏这首诗 慢慢欣赏 慢慢去感受它 当中的美 好吗 在遇见那个对的人的之前呢 我们要好好地提升自己 准备好自己 把最好的最佳状态哦 呈现给对的人 对吗 你也不想在很糟糕的情况下 遇到你喜欢的人了嘛 是吗 你也不想在你最邋遢的时候啊 最没有方便的时候 遇见那个对的人了嘛 对吗 当然我们也是想要好的形象 好的状态 呈现给我们喜欢的人嘛 毕竟第一印象很重要 和第一印象很重要 如果你已经有目标人选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看看 查查看 它是什么属性的日主啦 它的五行是什么 它属于哪一个五行 我们就可以知己知疲 我们就可以知疲自己 更好的呈现自己的最佳状态啦 如果你喜欢的它是假目的人 今天你来对地方啦 今天我们就一起分析 它的爱情观哦 让你更了解它好不好 然后这首诗你就 慢慢的欣赏吧 OK 从哪里看呢 就从这个 八个格子里面的这个格子 这个格子就可以了 其他格子就不看了 假目的人有什么特点呢 假目的人呢 都是很愿意哦 为爱人付出的 他会付出他的时间啊 付出他的精神啊 还有金钱 他是积极付出的一种人来的 但是一棵树哦 他也是需要养分的嘛 他需要有人浇花 有人去施肥 有阳光照射的对吗 他才能够长大嘛 所以一棵树他需要养分的话呢 他或多或少哦 在他们付出的时候 假目付出的时候哦 他还是会计较 嘿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你也要至少哦 一试一试一下 付出多少啊 他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 嘿 我花时间陪你 配合你的行程 你也要抽空配合我啊 因为哦 他们希望哦 双方的爱哦 是差不多的 双方的付出哦 也是比较平衡的 这是他们的内心渴望的 可以 而不是谁爱谁比较多 或者是所谓的被爱比爱幸福 或者是爱比被爱幸福等等的 所以在假目的眼中哦 被爱跟爱都是对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 都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重要的 所以没有讲谁爱谁比较多的哦 你要像他爱你一样去爱他 这样好吗 这是他所看重的一点 也没有什么不好 也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问题啦 同样的 当你是假目喜欢的人的时候呢 你又付出很多很多的时候 他就会像你对他那么好 这样对你了 好不好 毕竟谁付出较多 都是算不清楚的 最重要是你们是相爱的 愿意为对方付出 自自然而呢 就会互相付出 互相支持 扶持 不用特地做出来咯 对假目来说 当他付出很多很多的时候哦 始终得不到回报的时候 这个时候哦 就是他要离开的时候啦 嗯 这样简单而已 他有一个止损点啊 木如果拉到太紧的话 他还是会断掉嘛 对吗 所以他会折掉嘛 如果你没有节制的去砍他的时候 他会断掉嘛 所以假目的人呢 他是有底线的 当他付出 付出 然后还是没有回报的时候 他就会停止了 他就会止损 通常呢 不会无缘无故的对你冷淡 或者是无缘无故消失了 他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很多 然后 得不到他所期待的话呢 他就开始离开了 这个就是假目咯 然后我们首先看看 这个假目出生的女子 他的爱情观 假目的女生呢 他一旦有了他喜欢的人 心仪的对象的时候呢 他就想办法去把握住的 积极付出嘛 积极主动嘛 他并不完全是那种被动型的女生来的 而是他会主导这个念情的发展 主导着那个方向盘 驾车时候方向盘 该转左的时候转左 该转右的时候转右 该右腾的时候右腾 但是但是哦 假目的女生哦 他还是会把一定的主导权 交给他喜欢的那个男生的 就是 采油的工作 就让这个男生去做啦 他就不会去 采买那个油给你 就不会把那个 煮好的饭味到你口中 啊 这个就不会了 他只会煮饭给你 要不要吃是你 要不要吃啊 OK 假目的女生 至少 会明确的暗示你 他喜欢你 你们有可能 然后主导你们感情的方向 不完全是被动的哦 对于假目的男生的话呢 他就是完全主导全程的人了 整个过程的人了 毕竟哦 追女生都是男生的一个本质 天资来的嘛 掌控方向盘 采油 假目的男生会做完 这整个步骤 当假目的男生喜欢你的时候 是很明显很明显的 他个性比较生硬 木头嘛 是比较生硬的 就算哦 他被分手 或者是被抛弃哦 他也是会自然自动的疗愈的 有没有有没有发现 当一棵树 他被砍了之后是 或者是挂上了之后 他慢慢慢慢也会 他会自动的修复的 所以哦 假目的人呢 都会有这种自动疗愈的一个功能的 他难过一阵子而已 然后 并不会对他的旧爱哦 念念不忘的那种 所以 他有一个实现 然后慢慢修复自己 也不会对旧爱怀恨在心 这也是好的哦 拿得起放得下 浪漫指数呢 因为他是生硬的人嘛 所以也不用期待那么多的 他浪漫指数是至少也是及格啦 也不会说没有 他是及格的 他会付出哦 会去参考其他人怎么做 然后他就会照着做哦 他就会参考别人照着做 所以当他表现出浪漫的一面的时候 多数就是参考别人做出来的啦 跟着做的 而且呢 只会对爱人付出这种笨拙的爱意 如果突然有一天 你发现到他很奇怪的话呢 你就知道有什么惊喜在发生着啦 OK 接下来 假牧的人也是成长型恋爱的人 成长呢 是牧的核心价值嘛 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成长着的 不幸的话哦 你约一个很久没有见的 数牧的朋友出来 出来喝茶 然后你聊天稍微聊一下 你就会发现到 他怎么跟以前不同的呢 怎么他的谈吐方面啊 或者是讨论的观点啊 或者是他的看法 都让你觉得哦 你好像重新认识了这个人一样哦 他会给你提供一个新的见解的 然后给你一个新的启发的 所以呢 有假牧的朋友的话呢 你就可以趁机向假牧的朋友哦 学习额外的东西啦 哎 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在成长着嘛 默默成长 假牧呢 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蛮高的哦 嗯 他们对自己要求蛮高的 是典型哦 追求成长那种人 他的快乐来源也是来自于成长了 就是说他对你了解更多 他越快乐 他对你的事业有所发展 有所升迁 他也会越快乐 好 你们在一起有没有互相哦 分享一些深层的话题啊 认真讨论一些话题 然后有所启发 然后 一起成长的足迹呢 这个也是对假牧而言啊 是非常重要的 他希望哦 他在成长的当儿 他的另一半哦 也是跟着成长的 OK 他们是共同成长的一个步伐 假牧是跟得上互相彼此 跟得上彼此的 对于假牧的男女呢 他们看重他们的另一半的条件哦 除了财富样貌哦 这些都是其次 不是那么重要的 最重要哦 是看那个人他喜欢人哦 有没有积极向上 有没有努力进步这一点啊 那个人现在虽然什么都没有 或者是没有什么出息也不用紧的 因为假牧的人哦 看重了一点就是 这个人他是不是一个好的种子 然后你慢慢培养的话 未来的潜力就是很重要了 所以他看重这个人未来的潜力了 因为假牧的念爱观哦 相当主动嘛 所以他会希望他的爱人哦 能够像他一样持续的成长着的 一个思想成熟的人 配一个思想幼稚的人 你思想想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一直吵架咯 然后就是不对的人了咯 因为不对等嘛 然后假牧呢 也会希望哦 你能够像服侍国王一样去尊 去宠他 当然呢 你也会得到同样的待遇的 他也会把你当成是国王那样 尊跟宠你咯 男的就是国王 女的就是女王咯 都很有领导风范的 处理事情哦 可以让你放一万个心 可以让你放心 事业家庭对外对内哦 都是表现非常优秀的一个伴侣 属于文武双全的一个伴侣啦 所以假牧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假牧也是很平淡是福的一种人 这是他向往的一种爱情啊 他的目标来的 假牧的表达能力哦 相对来说的较为平淡嘛 他比较生硬了嘛 一般呢 不会说太多的甜言蜜语了 除非他受过训练了 或是他经验很丰富 不然的话一般上呢 假牧的人就是比较木耳 比较平淡不会说太多优美词句那种来哄你的 不过他会用他的方式来哄你哦 他还是会付出的 所以对假牧而言哦 对别人好 be nice 对别人友善哦 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一件事情 比起甜言蜜语啦 他比较想要放在行动上面的 或是放在比较友善的那一方面 你可以看到假牧哦 对外人对别人哦 好哦 是一件很轻而易举的事情 所以他的初次见面的那个亲和力是特别高的 对每个人都很好 因为哦 他对陌生人更友善哦 反而会让他身边的人哦 亲近的人感觉不出来自己有什么特别 诶 这个假牧好像对每个人都一样好哦 我好像没什么特别哦 我好像也是其中一个哦 就会对伴侣来说呢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咯 所以哦 甚至哦 对外人还特别过自己 也是有可能的哦 因为在一起的日子哦 假牧是比较平平淡淡 也没有什么不好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就像是可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 你的需求来的 平淡 因为我们日子都是平平淡淡的嘛 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啊 ok 他就像是你的空气那样咯 平时你不怎么样注意到他的 你就是一直呼吸呼吸这样子 你不觉得他是 呃 你不觉得他是很重要的东西 可是当有一天哦 空气消失了之后 你需要空气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哦 你很需要他 他很重要 他就是这种人咯 假牧的人 他是平淡是福 细水长流的爱情 是假牧所向往的爱情啦 如果你们能够让假牧的女生 假牧的男生哦 看到你们共同一起有未来的话 你们一起未来的那个画面的话哦 他们就会很on了 他们就会 他们就会很开心了 ok 假牧的男生也是很可靠咯 当你累了 你可以去那棵大树那边 呃 坐下来靠着他 休息 你可以哦 跟树木讲心事嘛 亲爱的树洞嘛 你可以跟他讲很多很多的心事哦 因为他们很愿意 很有耐心的去倾听别人 也可以靠着休息 他又可以为你遮风当雨啦 让你感觉到很有安全感 让你感觉到很可靠 然后 伴侣的年纪而对于假牧的男生而言呢 也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对爱哦 没有很强烈的那种执着心 当慈悲心发作的时候哦 假牧的男生是老少嫌疑的 有时候也不懂如何拒绝别人啊 不懂怎样say no 当爱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假牧的男生就会尽力的配合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一定要帮助到他的伴侣 当然要更准确哦 去形容假牧的爱情观的话呢 还是还是要配合完整的一个八字 来看看啊 看完整个八个字 哪个元素到底偏多 这棵树到底是生在什么样的季节 这样会比较准确哦 有没有发现 当很复杂的东西呢 简单化来讲的话呢 简单化来看的话呢 也可以发现当中的奥妙 也是可全隔点的 各位高手朋友 你的任何的见解啊 或者是补充呢 都可以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记得记得 存好心 说好话 喝好茶 我们下星期再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